你打了吕刚以后 然后他又是说什么 自己是因为自己吃素 还是什么 是输给你是吃素 反正我们西方都看到了 都在那笑 对他说 他已经吃素很久了 没有吃肉 所以他的体能跟不上 这是他说的 对对 他打你之前 他当时说 我的咏春绝对能战胜 因为我比他有力什么的 就完全反的 挺好玩的 所以就说 在中国 这帮武术人 有多么脑子 有多么多么的进步 多么的俘朽 对 他们脑子里 很多中国人 中国人 很多中国人 脑子里 还活在满清的时代 是 根本就没有进步 是 都可以说 就有的可能 都不在满清时代 就还古老一点 我们美国有一句话 叫win-win 就是可以我赢 你也赢 就大家都赢 就这种 思路 在很多中国人 就很多美激华人 其实也这样 就感觉 他们不懂这种思路 总觉得要是我赢了 你就得输 或者你赢了 我就得输 这就是我个人 对中国文化的一种 可以说criticism 是 我个人 也就得输 感谢观看